娘娘的气色好多了 是吗 娘娘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干呢 娘娘可是千岁千岁千千岁啊 如果那样 我就成妖精了 娘娘 出去 你们都给我出去 都给我出去 都给我滚 滚 滚 你喝多了吧 儿臣 儿臣没有喝多 你们下去吧 是 你听到什么了 没有 儿臣什么都没有听到 那你是来看我的 那你来干什么 母后 您看看这儿 母后 高血就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吗 你让母后看你浑身的伤疤 是不是让母后替你的父亲感谢你啊 母后 母后 儿臣出生入死 征战沙场 就为什么得不到母后的一点爱恋呢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 你父皇告诉你的 不是 是别人告诉孩儿的 起来吧 不 母后要是不疼儿子 儿子就跪在这儿 永远不起来 起来吧 起来吧 好 如果母后真的疼儿子 那就让孩儿去做太子吧 母后 孩子 母亲正是因为疼你 才不让你去做这个 当不了的太子 坐不稳的江山呢 不 儿子就要当太子 儿子将来也得坐稳这大明江山 儿子 儿子更会孝敬你一辈子 母后 靠什么 就靠你受伤的一杆枪吗 你知道如何当一个明君吗 你知道国家因何而兴 因何而亡吗 尽管他 可不得 她和你死 导致她要逼你 是 父母 我 母后 母后 尽管她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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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听说过 临时抱佛脚 上教学书头呢 把衣服穿起来吧 母后 二弟 二弟你这是 正好 高斥啊 我也考考你 国家应和而兴啊 孩儿回母后的话 国之将兴必有真相 国之所兴 以农一战 节俭者昌 民意者亡 爱民者 等等等等 这些到底谁不知道 建文那小子比你还会背呢 可是结果呢 还不是做了王国之军吗 母后 你还有什么事吗 孩儿特地是来请母亲 好自珍重 孩儿已经向父王上书了 不日就回北平了 殿下好了 好了 真是舒服啊 殿下要是不急着回北平的话 我保证啊不出三个月 您的腿就完好如初了 是吗 红星啊 你说那些什么太医啊郎中啊 我看都不如你啊 这是祖传秘方 当年我娘就是给我爹这么制的 是吗 嗯 红星 你能扶我出去走走吗 好啊 二哥 二哥 闪开 在уется jumped 不服 公子 里面 etin 你没事吧 赢了 赢了 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大哥 躲远点嘛 要机灵点 明白吗 我知道 这不 弘信正在给我治腿伤呢 弘信 你真行啊 还会治病 真的啊 大哥 弘信真会治腿病 是啊 说好了 治好了腿 我就回北平去了 好 弘信 你好好给我大哥治 回头你要什么 本天下就赏你什么 你说话可算数 那当然了 要不然那么多大臣 坐立我为太子啊 你当太子 不说了 不说了 兄弟 走走走 玩球 玩球 走走走 什么事啊 二王子殿下 请我去登宫干嘛 好事啊 不请桃儿 不请梅儿 不请石榴儿 来请你姓儿 你说 那不是好事 听说你们殿下要当太子 问这个干嘛呀 那不是皇上一句话吗 那你要问问什么 你要问呀 你姓儿能不能当个太子妃 太子妃有什么好 别小看着太子妃啊 别小看着太子妃啊 往后变成皇后娘娘了 往后变成皇后娘娘了 洪信姐姐 洪信姐姐 殿下 洪信带到 你下去吧 是 洪信小姐难道就不想我吗 没正经 我要走了 这是我替我大哥请的 他的腿好多了是吧 是的 大哥是个儒雅之人 也不懂喝酒 就让我来替他答谢你 怎么 他没有告诉你吗 没听他说起啊 你看你看 大哥他就是这样的好人 殿下 放哪儿啊 白那儿 白那儿 退下 洪信 大哥他就是那么好的人 送那么多漂亮的东西给你吧 自己又不好意思说 想起洪信小姐喝酒呢 自己又不好意思来 只有麻烦我这个弟弟来代劳了 洪信小姐 你看 殿下 别小姐小姐的 我是奴婢啊 不不不 仙儿如此聪明伶俐 如此美貌 还怎么能是个丫头的命呢 殿下 您是请洪信来喝酒呢 还是来支水蜜桃啊 这桌上 也没有这个水果呀 喝酒喝酒 酒里没下迷魂药吧 哪会呢 行行行 VP dressed his way mixture 紅心 correspondence 黄心 紅心 大哥 红心呢 墩帝不用找了 他去东宫了 去东宫 他去东宫干什么 是大哥让二弟替我谢谢红心 那你自己不会谢啊 大哥我不善于辞到 大哥 你真的要回北平 你真的不当太子了 是啊 我觉得二弟比我更合适 二哥他 三弟 别说了 来 陪我玩球 来 请 干就干 好酒 挺香的 来来来 再喝点 我来我来 我说过了 我是奴婢嘛 不不不 等一下呢 本殿下会告诉你 你已经不是奴婢了 殿下 你今日是怎么回事 说话阴阳怪气的 来 真想 真想 先把这杯针上 来 这杯酒是本殿下敬你的 行 来来来 不喝了 怎么不喝了呢 你要是不把话说清楚啊 我就不喝了 我怎么没有把话说清楚呢 那你说我怎么不是丫头的命了 你真想知道 说吧 那先喝了这杯酒 行 要是你不说就是小狗 来来来 来 来 喝了 撤下肴 实话告诉你吧 我大哥在三年前 住在这玉秀宫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你 你没蒙我吧 这会吗 我蒙你干什么 我大哥快要回北平了 他想带你走 你没骗我吧 你都快成我嫂子了 我骗你干什么 可是 可是我真有这样的命吗 你看你看 连定青之物都在这儿了 让本殿下帮你带上你 好好骗你 你不是想做太子妃吗 就得乖乖地听我的 想做太子妃 就得让本殿下先成为太子 殿下 红杏回来了吗 没看见 可能还在二王子那儿喝酒吧 你去 看一下别人的喝醉了 好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臭小 那你当是谁 你以为我哥真的会干这种事 你这个混蛋 臭小 你给我住嘴 红杏啊 红杏 其实喜欢你的 不是我哥 而是我 走开 你不要过来 你这个臭小 像我大哥那样 他有什么出息 哪像我 连我父王的江山 都是我帮他打下来的 你要我替你做什么 不 是为你自己做什么 别说了 你不是想做太子妃吗 你不是太子 那你就让皇上和皇后 允许我做太子 我又不是皇太后 你比皇太后还管用 你 你到底要我替你做什么 你去勾引我大哥 然后告发他 我要是说不能 馅儿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 我 你 我 是 不是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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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都是你的阴谋 阴谋 男人要是没有阴谋 他就是一个窝囊废 难道你会喜欢一个窝囊废吗 还有 到时候 我把你的家人全部接来 你想想 到时候会多风光 会是什么景象 你要是骗我呢 我要是骗你 就天打五雷轰 你若真有情义 那你就做给我看 那你就看我的情义 奴婢见过殿下 洪姓 你来了 昨天晚上很迟才回来 是吧 是啊 二皇子殿下 他喝多了 又是吐又是唱 又是舞剑的 折腾到四经天呢 二弟这个人呢 武将出身 性格好爽 而且喝酒啊 一喝就是一醉方休 你不会见怪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帮他换了床铺 帐子 所以就回来迟了 那你辛苦了 殿下您的腿 我腿好了 要不洪姓再给您按摩一下吧 不不不 不用了 对了 你啊 把药方给我就行了 这样我就可以带回北平 继续治疗 您要回北平 是啊 父王已经允许了 我明天就启程 那您不当太子了吗 二弟英勇神武 而且敢做敢当 又是武将出身 他更像父王 他比我当太子更合适 下去吧 是 洪行 怎么了 没事 来 你看看我画的什么 杏花图 是送给杏花的吗 是啊 我从北平匆匆忙忙而来 什么也没有带 到这儿也不能够向父皇 要以银子上街给你买东西 正好就借姨娘的笔墨 画一幅杏花图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洪行 洪行 别寒 别寒了好不好 你 你怎么了 我能有什么心思 我们做奴婢的 还能有什么心思啊 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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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 你 妈 太妃 太妃 奴婢闯祸了 求娘娘看在太妃娘娘的份上 您救救奴婢吧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弘信 到底出什么事了 如实地告诉我 娘娘给你做主 是 皇兄 小弟只不过差一点失去一只手 而你呢 就要失去什么所谓的儒雅之风 仁厚之德 皇兄 我看你这次是亏大了 那 你就按二皇子殿下说的办吧 娘娘 今天晚上 你就去勾引大皇子殿下 不 不 娘娘 奴婢不能做伤天害理 下奸恶作的事情啊 娘娘让你去干 你就去干 可 可那也就害了大皇子殿下 他可是个好人哪 这些 不用你管 那 那奴婢只有 可死在娘娘面前了 哪 那奴婢 他把这些人给他 这么做 这家人的福音 没有 给你 谁 哪 我 殿下 我能进来吗 红杏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了 红杏 我有事找你 那坐吧 来 喝点水 不 殿下 我 我只是 只是睡不着 睡不着 那就坐下来聊一会儿吧 我 我 我 红杏 你怎么了 我 红杏 红杏 你不能干糊涂事啊 红杏 住手 红杏 这是违犯宫禁 是要死罪的 出去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没想到 没想到 没想到你 你 你这样作戒自己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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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出去 我叫人了 朕 准备让高斥返回北平去 皇后 你的意思呢 我也想通了 朕准备让高斥返回北平去 这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我就不管了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朕哪 就知道你会想通的 只要你想通了 朕就立高绪为太子 这样的话 也随了靖难将士们的心愿 好 不管他们谁当太子 我都是他们的母后 你自己想通杨 一根儿一根儿五个 神他 是 你不会的 朕准备 你不是 是 朕准备 洪姓 洪姓怎么能不见呢 来 让她进来 来吧 进去吧 娘娘 救我啊 洪姓 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皇上 娘娘 洪姓啊 有什么事 你就当着朕 和娘娘的面说 是谁欺负你了 是 是当皇子殿下 什么 这个畜生 皇上 是 他 走 他 但他 他 跑去 我 老妈 我 我不 我 这 你太令朕失望了 父皇 父皇 待会皇上来了 你如实地说 有娘娘给你做主 你不用怕 明白了 娘娘 红兴豁出去了 红兴 你怎么还在这里跪着呢 臣妾觉得 今天晚上的事情 还是有欺诈 所以把皇上请回来 一起来审审这丫头 红兴 你平时 不是很老实吗 奴婢是老实的 好一个老实 你是天上的嫦娥啊 还是人间的美女啊 居然 连皇长子殿下看上你 你也不从 娘娘 奴婢是贞杰的 朕知道 红兴啊 是贞杰的 好一个贞杰的姑娘 那我问你 你脖子上的那根珍珠项链 是谁送给你的 是 是 是大皇子殿下 你既然接受了大皇子殿下的东西 还不从 娘娘 来人哪 打 是 是 皇上 娘娘 不要打 我 我说 救命啊 娘 救命啊 皇上 皇上我晕了 皇上 皇上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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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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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死 死 死 娘娘奴婢不得不说 事情是这样的 你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臭小 你不是想做太子妃吗 你不是太子 那就让父皇和母后允许我做太子 我又不是皇太后 你比皇太后还管用 你到底要我替你做什么 你去勾引我大哥 然后告发他 这个混蛋 父皇 跟你朕把一谋 你还认着呢 不信 神圣 你怎么问我 你不能带你去勾引我 要不信 你不信 朕策立皇子高齿 为当朝太子 命其速速返回京都 钦此 红夕 走吧 明礼 请请 请 红夕 母后都跟我说了 是我 是我害了你 殿下 是红夕害了你 红夕 差点把殿下 给害惨了 红夕 红夕起来吧 你 燕王 燕王 我等着你 等着你 我等你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玉秀宫里的责任 这东西 任何人都不得移动 导吃原样 另外 这只鸽子 你们要给我好生堪养 如果丢失了 朕不会宽恕你们 是 是 你说 妙云会回来吗 朕相信 她一定会回来的 皇后娘娘驾到 你 不许多了 你 也不想 你 你 你 不想 你 知道自己的病 怕是好不了了 怎么会呢 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你助朕 重建大宁江山 终得正果 先帝在天之灵 也会保佑你的 朕 要和你同享天下太平啊 谢谢皇上的宽慰 这里就是玉秀宫吗 我的妹妹就在这里住过 回禀娘娘 芸妃娘娘在这里 怕是住了好几年了 后来建文皇帝立他为后 才搬了出去 那后来呢 后来芸妃娘娘没有再回来过 皇上包围宫城的时候 建文自焚已尽 芸妃娘娘也就一起去了 你亲眼见到的 没有 奴婢没有看清楚 朕 已经派五千多人在找 找到了吗 还没有 五千多人找一个人 还没有找到 虽然 人去楼空 可是我仍然能感受到 我妹妹身上芳妃的气息 我现在多么渴望见到她 即使她恨我 怨我 哪怕是想杀了我 我也不怨她 就是死了 我也愿意死在她的怀抱里 我 我 让她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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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有 千山万水远离了亲人 父亲死了 二弟死了 我们这个家呀 全都是为了大明的兴衰 互相成了冤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呀 现在 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她几乎成了我精神的寄托 我现在 非常非常地想见她 我要是死了 也是因为欠她太多太多的缘故 我 对不起 皇后 你不要这样自责了 是我们朱家欠你们太多太多了 孩儿见过父皇母后 高持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听说母后身体欠佳 孩儿特来问候 还是你想着我呀 我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怕和你们相处的日子 不会太多了 我现在 很想念北平的生活 什么时候 我的身体好一点 陪我到北平去看看 孩儿遵命 父皇 孩儿正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向您禀报 来人 把皇后扶进去休息 是 父皇 还是听宫里的那些太监说 建文 他未必真的自焚了 谣言 建文死后 这种谣言就不断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 建文可能逃出了皇宫 怎么可能呢 那天朕把皇宫围得水泄不通 别说人了 就是一只鸟也飞不出去 不不不 父皇 他们说建文 好像是从玉花园里的什么鬼门 你逃出去的 可真是 羽花园 拖耳 可以 虽然 温围 也好 这是 以后 花围 让你 在漫围 的 已经 虽然 毅 我 皇上驾到 皇上怎么来了 不知道 不知皇上驾到 小和尚该死 好了 起来起来 你们的师父呢 出去了 出去了 你们这儿的和尚念经 你们这儿的和尚也开杀戒 不 皇上 这里的和尚不开杀戒的 不开杀戒 你 要这些弓箭做什么 我家师父说了 这两件凶器挂在这里 只为警戒请皇上试剑 没剑身 没弓弦 朕明白了 这是师父故意做给朕看的 他告诉朕要多拜佛 多行善 不失报政 师父啊 师父 他毕竟是个和尚 不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啊 是 你不得了 我能不得了 这些人 真是 你不得了 这些人 徒书 你不得了 这些人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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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还以为你跟两个美女 去偷欢去了 阿弥陀佛 无情奈何天 有情相思地 有情奈无奈 无情才有心 皇上上回送我的两个女子 平僧已将她们转给我的姐姐 给你姐姐 你倒真会拿朕的东西做人情啊 非也 我乃真和尚 岂能贪恋女色 何况我自小有姐姐抚养长大 如今姐姐年老无助 两个女子闲暇无事 平僧只好借花献佛了 既然你这么孝敬姐姐 那朕就把她接到宫里来 给她养老送终 宫里的宫女随她任意调遣 这 举手之劳 何必操心呢 来人呐 还是在 去把她姐姐给我接到宫里来 是 朕 还不快去 是 皇上 朕如此待你 还不谢皇上龙恩 谢皇上 起来吧 朕听说你最近心事重重 到底是哪桩心事啊 东南西北 何谓东南西北 平僧在想 建文去了东南西北的哪一方 这正是朕想知道的 建文不明 朕则心不安 你说说 建文到底在哪一方 梦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说 他到底在哪一方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只能心知不能言传 皇上 朕平僧不能言告其详 这也罢了 有遥传说 建文化妆成和尚 从鬼门跑了 如果这件事 在大臣们中间传开 大臣们要是认真起来 朕的这个皇位 可就坐不稳了 朕平昌吹的黄泽青山 朕平昌吹的隔壁荒荡 朕平昌吹的黄泽的水 朕平昌江南 谁能走遍千秋寒淡 敲响 一座座光源的南方 我已经远落 从我的岁月 我已将有先的圣地搜遍 我要把装置 这个的高选 朕平昌吹的隔壁荡 我要总把封烟光浪的隔壁荡 我已远落 叫我潇烟光浪的隔壁荡 越过城牌的极柳仙传 越过幸福轮会等过天才 谁能越过日出日落 你听话 那无边无知 越南 越南 越南